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節 跟我們一起討論最新話題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淺秋好大家好 立法委員王鴻威 淺秋好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來 平安 當然立法院是最新的消息 大家在問藐視國會罪 國會需不需要改革這個罪名 除了我們昨天看到調查權為什麼要 因為文件要來的資料 立法委員代表民意監督 全部塗黑一千多頁 但對於傅崑錡提到 是不是這個需要 過去在立法院 明明也民議黨提過的 所謂的改革藐視國會罪 以這個題目來詢問卓榮泰的時候 想不到卓榮泰是直接反嗆 花蓮議會也很精彩 甚至過去播放 蘇貞昌質詢的挑釁畫面 所以讓傅崑錡生氣的 直接拍桌子罵 你就是所謂的反質詢 所謂的藐視國會嗎 今天是賴清德總統 就職之後滿周月這個日子 一個月以來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有更好嗎 還是更仇恨 更對立呢 在今天他開了記者會 特別說要讓記者們問好問保問滿 我們來看看所謂成立了三大委員會 這樣子的一個記者會上問了幾個問題呢 後來問一問只有第一名 央廣 自由時報 華爾街日報 新頭殼 中央社 民視 第七名有TVBS了 第七個問題 問一問其實也就到這裡就結束了 問好問滿 只問到這裡 其的問題包括兩國論 台海行為 賣國賊 複議案 外星人 何能 但無論如何 最重要的是三大委員會裡頭的職權 有沒有跟原本的內閣相疊床嫁屋 或者是在委員會裡面 甚至出現了陳時中 或者是民防系統要做哪些 是不是又會有 其他的熊貓 黑熊部隊的角色 那清廟現在在立法院繼續要包圍 但今天早上被說是不是退燒了 早上一早看到台下的畫面是這樣的 6月6號林佑常才剛講 代表賴清德下鄉全台宣講 結果到2點21分的時候 台下前排都還沒有坐滿 然後裡面的餐食等等的 還剩很多 是不是工作人員 甚至比來參加的人多 外面還下雨 天氣也不好 大家還是保重身體最重要 所以律委是不是自我感覺很好 所以這樣的氛圍底下 清廟能代表的民意基礎 還有是誰發動來 所謂的不介入 是什麼樣的情況 吳思瑤今天講了一段話 他稱讚所謂國會新三寶 這是洪威講的 還有亮哥也是這樣說 沈柏陽是民意黨的新三寶之一 吳思瑤反吉拉 他說沈柏陽展現的是專業能力 強大的作戰能力 他是民意黨團 也是台灣社會的瑰寶 網路認證說最會造的立委 是成為台灣社會的瑰寶嗎 就像網路上大家很多討論的 說就像吳思瑤被柯建民說 他是台灣最美麗的臉龐 一樣 兩個拿來相提並論 所以來看看到底民眾 對於政黨滿意度的感受如何 滿不滿意各政黨在立法院的表現 其中根據幾個不同的民調來分析一下 中華亞太精英就是這個選前 全部預測全部失敗的這個民調 告訴大家民進黨民調支持度最高 靜電視最新的調查出來 也告訴大家民進黨的滿意度最高47 其強凌駕於不管國民黨或民眾黨的支持度 但是TBS最新民調告訴大家 民進黨的立委滿意度反而是墊底的 滿意度是33個百分比 不滿意53個百分比 滿意不滿意都上升 相較之下 國民黨39 民眾黨35都分別上升 尤其民眾黨的部分上升了18個百分比 所以哪一份民調比較認為符合民意呢 我都COPPY搞混了 各位覺得呢 民意總該有一個真正的樣貌 而不是隨便民調來調的吧 當然今天還有一個新聞 是靜週刊所報導出來的 看不太懂 因為有A又B又C又D 總之就是有一位 任職在第三勢力的要角 一個幕僚人員被家裡的妻子家暴 甚至還拿黃國昌長團院跟黃國昌互動 來羞辱他 甚至打他 動手動腳等等 終於對付公堂 取得了家暴保護令等等的 就因為兩個人的政治立場不同嗎 有到這樣的地步嗎 連政治從政人員在家裡 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產生家暴跟衝突 那當然今天在賴清德總統的宣佈底下 感覺得到他想要直接把手伸到 這個所謂行政系統裡頭的 很多的決策權 要用委員會等等的方式 來讓所有的權力 歸到總統的手上嗎 洪威 我想因為今天是這個 就包含我們的新的葛魁 還有總統的他的就職滿月 那當然你看 這個現總統府他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不曉得他未來會不會是定期的來開記者會 會不會像當時的蔡英文可以700多天 不開任何一場記者會 根本是不願意跟民眾來做任何溝通 這個值得觀察 不過現在這個總統府一下一口氣成立三個委員會 我剛剛就講就是昨天媒體在問我說 我說為什麼要成立三個委員會 如果他是他原來是全民防衛 那總統他本來就是國防外交兩岸是他的職權 所以你如果是跟國防有關的 我沒有什麼太大意見 可是問題是包含國家氣候變遷 或者健康台灣的這個委員會 那你是不是跟行政院疊床架物 然後你這樣做法是不是某一個程度 你要做太上的行政院院長 那你未來要有多少預算 那好像也都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那我就去趕快去對照一下 之前不管是蔡英文 馬英九 陳水扁 當時他們有沒有成立這麼多委員會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蔡英文執政八年 他成立了兩個委員會 一個就是大家知道的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但它這個是一個有接戰性任務 他把這個年金改革告一段落之後 他就結束任務 他是任務編組 那另外他有一個是總統府的 原住民歷史正義轉型正義委員會 他把高度拉高到 對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那麼在馬英九的時候沒有 沒有任何的委員會 陳水扁的時候是一個 人權諮詢委員會 好 所以我要講的 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因為你作為總統他有一個高度 可是你現在搞這麼多委員會 你只有就職一個月 搞了那麼多委員會 很多都跟行政院是重疊的 那請問一下 賴清德到底要做什麼 你是不是不放心卓榮泰 那所以我覺得 除了他現在的一個工作跟任務 我覺得他好像把自己當行政院長的格局 在做之外 剛才特別講到一些民調 那我直接說 因為我在臉書也直接講 我對於中華亞太精英協會的民調 我事實上大打疑問 因為在過去好幾次的縣市長的選舉 很多的選舉裡面 這個協會他會適時出來做一些 就是讓你做文宣大內宣用的民調 如果這個民調可以信我告訴你 今天的台北市長是陳時中 那至於進電視 我覺得我還在觀察他 那TBS本來就是長期在做一些民調 那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 在立法院我們今天不是 複議的質詢嗎 我們看很多民調要看得很全面 比如說前陣子不是有一些民調說 這個民眾支持 行政院提複議 那台灣民意基金會 做出51%的滿意度 哇 那個民進黨覺得好棒棒 可是如果你去看他的一些子項目 也就是他對於國會改革 所以有這些單項 不管是聽證權也好 人事同意權也好 或者是調查權 調閱權也好 每一個項目的贊成支持度 都高於不贊成的比例 所以就告訴你 這份民調顯示說 雖然有1%的民眾 他支持行政院提出複議案 但是對於立法院的國會改革 贊成的是超過不贊成 而且好幾項 起碼有三項 他們也是超過五成 有的五成三 五成四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民調 我認為才有參考價值 而不是那種吹哨子壯膽的民調 所以總是在這樣的民調的氛圍裡頭 大家各自解讀嗎 可以這樣嗎 應該民意有一定的基礎 任俊哥我們對媒體朋友來講說 總是希望能夠問 我們國家大政方針 你為什麼要成立這麼多委員會 像蔡英文總統任內 成立了十幾個辦公室 還不只是委員會 她辦公室打炸就打分了三個年份 成立了不同的辦公室 但最後還是一樣這麼多詐騙 結論是有這樣的委員會之後 那現在他要做的是什麼 那誰來決定 誰聽誰的呢 媒體一樣只有你看七個題目裡面 大家能問的還是有限 剛剛我提到就是說 過去有成立一些委員會 確實有成立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剛剛舉的這個幾個例子 都是針對特定事項 對這個已經結束完了之後 基本上委員會就解散了 那你說今天會不會 這個總統提出來這三個委員會 會不會成為常設的機構或組織 我也不認為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要不要 達到跨部會的功能 這件事情你如果從他幾個 談的這個東西說要面臨到 台灣跟國際上面 未來的這個挑戰或什麼的 可是他實質上碰觸到的 我認為他沒有講得很白 比如說他提到了說 國家變這個氣候變遷對策 其中又提到了說 這個全球暖化的問題 可是暖化如果你從再回來看的時候 暖化就會跟碳排有關 跟碳排這些東西有關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大家就會回來看 那我們現在的電力的部分 你要怎麼去作為處理 以我們他今天又在提到說 2050的這個所謂的淨零轉型 可是2050之前 我們還有一大段的時間 現在是2024 我們還有26年左右的時間 要用所謂現在民進黨的 能源政策上面來講 很大一塊是用燃煤 或者以天然氣 這些都跟他現在所宣示的東西 事實上是有抵觸的 甚至也會產生很大的差距 如果你要成立跨部會 其實在行政院有類似的 這樣一個職務 那個東西叫政務委員 如果你有跨部會協調的東西 應該由政務委員下去 你特別去指派 然後由他去整合各部會的 整體的資源 或者是彙整各部會的意見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 他今天想要表達的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前面兩天有一個民調 認為說他的整個的 滿意度或支持度看起來 台灣民意基金會掉了10個百分比 這個掉下來我認為賴清德 或許想要透過說好吧 我什麼東西都我來做召集人 現在問題來了 總統看起來應該是很忙的 有沒有能力去兼顧到三個委員會 因為你這三個委員會裡面 還有包含你把副總統也都拉進來 什麼像他們要搞那個什麼 全民國防的這件事情 有吳釗燮 有蕭美琴 那些本來就是在你的國防體制裡面 你的整個應急機構 他們本來就是在裡面的成員 那你說我今天要再另外再拉一個委員會出來 然後提出一個所謂的對策 其實我老這樣我會很好奇 就是說那你到底想達成什麼 因為這外界會認為說 如果他原先是政院成績的部分 他其實可以處理的 那如果總統今天出來說 好我為了要提出一個解方 甚至讓大家知道說我總統有決心 所以我的高度我也願意回來擔任 這個召集人 如果他的心態想法是這樣 外界一定會勢必認為說有一些 在這個所謂政院裡面的東西 你總統是不是也要進來包含指揮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他有提到 就我剛剛講到說 他為了台海的這個問題 所以他要成立一個叫做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全社會防衛任性 老實講這個聽起來很饒口 你知道嗎 可是你真正回來看的時候 他的組成裡面蕭美琴 潘孟安 然後吳釗燮是國安會 來擔任所謂的副召集人 可是如果要全民防衛 大家第一個想到現在主管的單位 應該叫內政部 內政部本身在這個 他就有一定的機制的存在 那你會把這個東西 就拉到府方的層級 究竟要傳達什麼 我覺得這個到後面 一定會引發很多的關注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說 我們又跌床架屋 搞了很多的這個機構出 結果到最後後來發現到 原來能做的東西是 這個一般部會可以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因為他今天很大動作的 召開這個記者會 你看他裡面提到了 又把台灣跟國際來作為接軌 就是說我們還要針對這個國際來 提出我們這個解方 然後為國家 為社會 為世界 我連世界都出來了 所以我還是這樣看 就是說對於總統的權責的部分 我想外界不會去質疑說 總統在國防兩岸外交裡面 有他一定扮演的角色 但是現在你要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 對於現在既有部門的這個整合上面來講 如果要其實應該由左榮太太 負責整體上面由總統去指導 去要求這個所謂的行政院院長 總統自己站到第一線 或許想要告訴大家講說我重視 所以我把成績拉高 但問題是你怎麼執行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關鍵 我是比較像 覺得像是正說了算 仍然由我來決定 比方能源裡頭 有一個副召集員名單叫做童子賢 是要童子賢去指揮左榮太嗎 輝文哥 這個三位總統候選人 其實最像總統的是賴清德 因為柯文哲跟侯友宜的 中央歷練都是0 他們就只當過縣市長 甚至柯文哲只當過8年的台北市長 之前都在台大醫院 侯友宜當了38年的警察 然後當副市長 當市長 其實那個歷練 其實我都覺得賴清德 是比較像總統的 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歷練 那剛剛這個講說 今天在總統府開三個委員會 證明了說賴清德 那四年的副總統是白當 是我高估了賴清德 剛剛兩位前輩講了一大堆 我也是盡情受教 我就兩個字回應賴清德總統 你這是違憲 我兩個字就講完 你是違憲 你怎麼會成立什麼三個委員會 這什麼東西 你的法源是什麼 沒有法源 我是總統 我想成立什麼 就成立什麼 這太悲哀了 我這個是超蔡總統的 這個總統府的三大委員會 其實在2016年蔡英文 剛當總統的時候 他也頭殼這個腦筋打結了 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他有這個 這個正貴的資料 蔡英文坐這裡 這個是看這髮型的 這也是林犬 這是陳建仁 還有陳菊 這在總統府裡面開的 2016年的10月3號第一次開 那開了這個所謂的這個什麼 執政決策協調很饒口對不對 他第一次開會決定什麼 決定我們要推一例一休 就是天怒人怨的一例一休 就是在這個圓桌會議面談出來的 然後批評這個 會議違憲的人是誰 叫做許中立 就是現在的司法院長 他說總統府開這個是違憲的 那同理可證 那總統府設三大委員會 一定是違憲的 這要談什麼 對不對 那賴總統今天這個記者會 他的這個標題寫信賴新政 賴總統我當然知道你信賴 不知道你信什麼 但是你現在已經沒有在選舉了 你就不應該把你選舉的那種slogan 把你的文宣放在總統府裡面 什麼叫信賴新政 我當總統叫信陳新政 你是在嘻笑 這個很離譜 這個都是違憲的 就兩位前輩講的 這個都是疊床家屋 我們要請王宏威委員去監督說 那你這個委員會 你的預算哪裡來 你有經費嗎 還是你是設好玩的 各位觀眾朋友你看 健康台灣的副召集人叫陳志宏 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本來的內定的衛福部長 是賴清德總統的恩師 以前這個陳大醫院 你看 有沒有看 這個賴總統大學時候的照片 賴清德在 他以前是陳大的院長 賴清德以前在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他的主任就是他 那我現在我當總統的 我弄一個這個副召集人給你幹 剛剛兩位前輩有提到 氣候變遷跟社會任性 副召集人分別都是你念得出來 像鄭麗君 賴清 賴清副總統什麼的 那你為什麼找了一個 這個陳大以前的院長 來當你的這個副召集人 為什麼 那個我老師 高於衛福部嗎 我恩師 本來要做衛福部長 有科委博談判 現在來做這個 你看他還保留了賴清德的這個 這個大學的照片 2019年民進黨黨內出選 賴清德要挑戰蔡英文的時候 去幫賴清德領表的人是他 他說賴清德是四字王 把賴漏了 現在這樣這個沒有 不應該避嫌嗎 賴總統我請問陳志豪有什麼公子 民主國家最基本的原因 叫做究責 叫做監督 問責 王鴻威就坐我旁邊 他是立法委員 王鴻威可以監督這三個委員會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不用去立法院 那不就違憲了嗎 那不是兩個字就講完 那你憑什麼成立這個委員會 賴清德 不是你當總統 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你錯了 胡搞瞎搞 我哥告訴你 蔡英文發明的這個什麼 執政決策學調會議 這個馬戲團 半年就倒了 你去看 2017年就停了 為什麼開不下去 哪有總統把縣市長叫來 把黨團叫來 然後大家都坐在一起開會 行政院哪坐在旁邊 整個國家就亂了 然後什麼這個 我為什麼說賴清德四年 副總統白當的 蔡總統的教訓 不是就在你前面嗎 你怎麼會犯一模一樣的錯呢 莫名其妙真的是 大家就問 那如果萬一 總統所召集這個委員會 跟後來內閣的決定 不一樣的時候 要聽誰的呢 當然是總統的嘛 是這樣嗎 那不是違憲了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再次世直後 哈哈 好 好 好